這幾年來,東亞民族論壇一直扮演著積極關鍵的角色來維護亞洲的公民社會網路 透過每年持續舉辦域、舉辦執委會、國際研討會、工作坊等一系列的活動 推廣亞洲的自由民主,讓各國民主事務工作者能夠擁有對話交流的機會 分享經驗,以及培養公民社會的溝通平台 從2014年創立到現在,將近10年,我們始終堅持這份民主的信念以及價值 過去幾年來,東亞地區與全球各地區一樣,民主的秩序及價值深受新冠疫情、境外勢力及數位科技等干擾與影響 但是許多人民對民主依然抱持著不變的信念 各國公民社會擁有源源不絕的能量,所以我們可以一再度過各種難關 我們今天可以再次相聚,絕非偶然,也是各國包含台灣公民社會捍衛民主的結果 台灣的民主價值與成績可以說有目共睹 全球各大專業智庫皆給予台灣民主高度的評價 例如,我們舉例來說,美國重要非營利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在2014年全球自由報告中,面向上獲得了38分 公民自由方面則獲得了56分,總共計94分 持續列為自由國家,在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 再者,瑞典哥德堡大學在多元民主中心 VDAM發表的2024民主報告 指出台灣前一年,2023年自由民主指數 排名全世界第31名,在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 由於台灣的民主是如此的亮眼 自由民主價值已經升值在人們的心中 且社會具備高度的強韌度 因此,在疫情期間,台灣人民堅守各種防疫的秩序 展現高度的媒體視度能力 讓各種不同的不實在的疫情謠言不攻之破 且各個社會單位也各施其職 整個社會展現高度的社會韌性 為的就是為了守護家園 讓我們謹速脫離疫情的陰霾 今年的論壇主題為強化民主韌性 期盼民主在面臨當今境外勢力及新興科技等 新挑戰之際,仍能夠氣力不搖 透過辦理論壇 致力於團結區域等民主夥伴 一同面對境外勢力的脅迫挑戰 討論當今新興科技的問題 腦力激盪,尋求解決的方針 我再次身為民主基金會董事長感謝大家 歷臨今天的東亞民主論壇的研討會 大家在座都是首屈一指的專家學者 透過這次對話以及會議 一定能夠併出更多美麗的花朵 也一定會收穫滿滿 除了向各位自協之外 也要向民主基金會所有目前幕後的工作夥伴們 再次的自協,大家辛苦了 也要謝謝各位媒體女士、先生、麗玲 再次祝福論壇會議成功 也祝福所有在座的好朋友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謝謝所有來賓的配合 謝謝大家